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很少外出 通常我會用記事簿寫下我什麼要買 有什麼想做 然後盡量一天內完成 所以我今天想拍一條Vlog 和大家一起出去完成我的To Do List 那我有什麼要做呢? 首先就是要買Chopper的沐浴露 因為Chopper最近天氣潮濕 有些敏感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就想轉用之前 他用的那一陣子也不錯 而那一陣子也沒有敏感的沐浴露 就在成品那裡買到 之後就要去無印買toner 因為我已經用完了 然後我就要買另一支toner 就是我經常都說的這支 其實這支的瓶已經很殘忍 我一直都在用補充妝 補充妝要在日本才可以賣 最近真的用完了 所以我就要去EON買toner 希望有 我上次是見過的 既然去開EON 就打算去買超市 看看有什麼食材可以買回來 盡量這幾天都不用外出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 我終於來到太古城中心了 這個是我的第一站 我戴了一個AirPods 不知道收不收音 因為戴著口罩 應該如果我用相機就比較難收音 咦? 我又好像走錯地方了 先放進來 嘩! 嘩!好瘦啊 我現在就要先去成品 先看Chopper的沐浴露 因為都比較難找的 希望這裡可以買 其實我應該要先上網搜尋了 但今早太趕時間就忘記了 平日的成品真的不算多人 很開心 我現在很怕多人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裡呢? 我第一個任務到失敗了 原來現在 在太古的成品 已經找不到 寵物 洗澡的用品 嘩!怎麼辦啊? 不過我還有一個多星期的 我上網再找到哪裡就可以買了 現在就去無印 買通了 嘩!今天主要出來的目的 有點傷心 看起來吧 反正也是買了化妝棉 我用開就是這隻 每次看到無印 這些零食都很想買 但我知道自己 每一包只想吃一兩件 那我就會忍受了 有沒有人都一樣很喜歡買無印這些咖喱 其實真的很方便 而且也不錯 太貴了一點 既然我買不到 Choppa的沐浴露 那不如去買 Choppa的零食 我現在就去阿Pita 因為那裡有 少少日本的小狗零食 買的 這裡的寵物零食 特別是日本的 可能多過一些寵物店 我就會買 這種餅給Choppa 會獎勵他 去廁所 去適合地方 除了零食之外 這裡還有一些玩具 很多不同的罐頭 還有很多貓的挑挑 主子們很快樂的 我看到有這隻繩 我想Choppa應該都很喜歡玩 多買一條給他 好了 已經來到EON 今天是星期三 EON會有很多優惠 很多便宜的東西 所以我特地今天過來超級食場 其實生活用品都很便宜 你看到後面 本來是圍著的 攤下位 但是 我之前就買過 所以暫時不需要特地去買 我現在就去找我的充電 希望有 不要像Choppa的照片一樣 又撲空了 找到了 就是這枝 在香港買59元 和家裏一樣 開心 最後我們走大佬了 現在要去的是超級市場 因為星期三有很多便宜的東西 人其實有些多 我也考慮了很久 但是家裏實在有很多東西都吃光了 所以 要去買 因為人真的很多 我最後買了這個小小 好像要買太多樣了 我終於回來了 那我就不進房間拍 我今天買了什麼 因為東西 我要燒一燒 一會兒噴了才拿進房間 那在無印我就買了這個化妝棉 我剛才也看到了 然後呢 還有我用開的濕敷化妝水 然後 就在EON 買了我平時 用來去角質脂肪組清潔臉的化妝水 然後買了這支 它說用來噴衣 可以脫臭和脫裙 但我看後面 有沒有說到它怎樣脫裙的 所以 有沒有人用過 知不知道它是否可行的 然後呢 Chopper 這是什麼 嘩 對了 就是Chopper的餅 有些零食 然後 還有一包 還有一個玩具 但這個要洗好 清潔好 消毒好 才被Chopper玩 我真的低估了 他們星期三減價的人潮 是很恐怖 我走了 不夠半間 買了少許東西 丟了少許東西 下購物車 我就真的要走了 要排隊 因為太多人了 一來我自己不喜歡迫 二來我又覺得很危險 然後我又很害怕 所以我就馬上排隊 但我都排了大半個小時才能付錢 唉 所以我都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想買蓮奶 這個是一個冰袋 裡面就放了一些雪櫃的東西 對了 有這個 總之買了兩個洋蔥 本來是想買肥牛的 想做這個 嘟嘟家的牛肉飯 但我發現那裡的肥牛又不是特別便宜 所以我就免得買回來 但洋蔥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然後就買了一支 這麼大支的味淋 這支就不是純正 正宗那種 正宗那種是寫著本味淋 HOMEELIN 而這一種不是寫著HOMEELIN 而是一些調過的味淋 你會看到它是淺色一點 沒有那麼深黃色的 如果是人少一點 或者疫情會那麼嚴重 其實真的很划算 我看到很多東西都是便宜過平時買很多 我看到前面那些人是整輛車滿了 應該是走又走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排隊又排了一個小時才可以走 我覺得很辛苦 所以如果這些時間 我就勸大家不要星期三過去了 但平時星期三去EON 真的會收拾到很多便宜的 但我平時吃的迷你餃子 平時買大約$26-$7 但今天在EON就買$19.99 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然後就買了一個豬柳漢堡 然後就買了三塊的澳洲和牛芝士漢堡 好像沒有好吃 用來做這個Burger或者蛋包飯 都很棒 然後就是我覺得一定要買的 很划算買就是這些日本雞蛋 它一包就$20 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 為什麼日本蛋會有這個最佳食用日期 但是其他街市買的蛋 從來都沒有寫過期日 或者超市買的蛋都不一定有寫的話 他們說日本蛋這個日期之前 就代表他們可以生吃 如果過了這個日期 它生吃就不衛生不安全 但這個我也是上網看的 我都不肯定是否適合 我覺得挺有趣 而且我都會跟回這個指引 如果過了期 我就不會去生吃 煮熟他們才吃 好了 這裡就是我今天久違出街的戰利品 我本來打算買到一個星期的食物 誰知失敗了 初牌的洗手間也買不到 唯有下個星期再試一次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個小小的Vlog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我每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家庫 星期六天到深點和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